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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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睡这儿呢 嗯 听你这话 想是不想我睡你这屋里是吗 不是 嗯 买起了 就 你这天干云亮啊 别睡一会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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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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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照着信任 你说洗的有什么不痛快的 尽管跟我说啊 也没什么 我刚入府里的时候 一来是不知道你的难处 二来 也是没能通小家里上下的亲口 可杂人多不好摆布 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府里的处境了 对我当面说着 隔壁血眼强针 不好处插锁 横叔知道横叔是疼我的 就让我掌管家 这放仙自然得定乎我 等以后局面好啊 再把他打包 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没吃醋 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没吃醋 不吃醋呀 不吃醋难道不好吗 不好 起床 喂 不吃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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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园子的监管来说了 再有个时间半个月吧 园子也就完工了 我算不算 也是拖了两个多月了 再这么拖下去 只怕旁人会说闲话 我想着 等到院子完工那日 就开府设宴 你就得了 你是当家当娘子 你说什么就什么 那日可是大宴 往来的新棚高卷都会来 所以你可要留着空 在家待客才好 这消息一旦放出去 就有人来拜府了 拜府 和府当日来不了的 不想来的 他来得太招摇的 都会在那日子之前 提前来拜你这个大娘子 要这么早啊 若是热灶 哪怕是当下六月 也有人赶着来烧 侯爷果然高明 只怕 只怕这火烧太旺了 会把灶给踏毁了 正是 所以你得把好这个灶脉 不是谁来添柴都让的 这为朝廷之鱼 和府之宴也是朝廷之鱼 那侯爷可要多加当心才是 如今 咱俩是在一个早上 那咱们一起当心 和府大宴你说了算 隔壁院里几个 你可得当心啊 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从小父母不辞了 这你也是知道的 嗯 我父亲虽然对我苛刻了些 但不管他爱我 还是恨我 那都是真的 不像我那继母 挂了张画皮 可为什么 我对我继母 远不如我对我父亲 这么暴力 你看为什么 因为继婆母是外人 没错 我继母是我父亲徐先来的 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 把我当成眼中钉 牵扯到他们的前程 就希望我死得快一点 她这么可恨 但我却知道她是一个外人 所以我心里就没这么疼 可老侯爷是你的亲生父亲啊 我从小就觉得我父亲是我的天 他如天生一般 我敬她 爱她 不管她怎么对我 我对她总有一丝指望 我觉得总有一日她会明白我 理解我 可是到最后 我的希望彻底破灭的时候 我才觉得这么地痛 因为她天生就是应该爱我 因为我觉得她天生就是应该爱我 因为我觉得她天生就是应该爱我 那样子 明白 我自然待你 也是以地看天 以心看月 我 我敬你 爱你的 吃饭吧 我说错了吗 我你也不在乡 你还没开窗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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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呢